贸易战恶果在线中国大豆王破产 6000员工消失 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中国民营企业家 被称为大豆王的少众议 亦向当地法院申请破产 该公司一度高达6000人的员工也不见了踪影 具有封刺意味的是大豆本是中共用来打击川普特朗普票仓 挟破川普让步的武器 如今反而在中国国内引发危机广告 美国总统川普7月中旬宣布 对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进口关税后 中共打出了打击川普票康的大豆牌 对美国大豆征收25%的关税 亦欲借此胁迫川普让步 川普不但没有退缩 反而迅速抛出了价值约2000亿美元的加征关税清单 在上述关税的基础 上川普7月20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它已准备好兑5000亿美元 中国商品征收关税 中共把大豆视为攻击川普票汤的重要武器 不料想却反而在国内引发金融问题 7月中旬 有大豆进口和石油化工业物的中国民营企业 山东陈希集团申请破产 几年前这家公司风光无限 作为大陆最大的大豆进口民营企业之一 2012年陈希集团共进口大豆551万吨约站 全国当年进口总量的十分之一 该公司董事长创始人 总资产最高时曾超过190亿元人民币 是积深中国富豪榜前100名的富豪之一 该公司的业务 领域从化工扩大到食品 并成为中国最大规模的大豆进口商之一 这样的大型民营企业为何如此 不堪一击7月30日 日本经济新闻分析说 中美贸易战是导致中国大豆王破产的最后一击 该企业保安证实 陈希集团破产没人了 也不知道邵仲义现在怎么样 位于山东省日照市的山东陈希集团总部大楼 以及炼油厂 食用油工厂和加油站集中地区 一度高达6000人的员工也不见了踪影 外界得知该公司破产一事 是在7月20日当地法院通告称 已受理该公司提交的破产申请法院公布的文件显示 山东陈希集团以其无法清偿到期债务 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唯由申请破产重整 由于该公司作为大豆进口商而广为人知 所以有不少观点 猜测其破产是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山东陈希集团创立于1994年 以农用大棚薄膜业务 起家2000年前后 收购了一批破产的国油企业 其中包括植物油加工厂 所以开始涉足大豆进口业务 同时该公司还获得了原油进口资质 其销售额 在2014年 达到769亿元 人民币巨报 食用油业务是该公司的重要收益源而面向续木产业的豆破需求陷入低迷 导致业绩恶化 2018年受人油价格上涨影响 陈希集团盈利状况 进一步恶化 7月起中美贸易战开打导致大豆进口成本上涨 最终彻底压垮了 该公司美国是世界第二大大豆出口国 仅次于巴西中国则是美国大豆的最大买家 约占全球大豆贸易量的65% 而美国大豆出口大约62% 销往中国中共在贸易战中打出大豆牌 外界认为其将损失惨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据美国新闻网站Exynos 7月9日报道 中共对美国最锋利的武器是其进口美国大豆的数量 但鉴于对大豆的庞大需求 中共针对美国大豆的斗争很难维持太久 据统计2017年中国进口大豆约9553万多钱 三大进口来源国分别为巴西 美国和阿甘廷 由于对美国大豆进口需求量巨大 即便中国今后从别国进口大豆仍无法填满这个巨大的窟窿 数据显示 中国已经连续数周没有新增采购美国大豆 并累计取消了61.5万吨以上的美国大豆订单 为了补偿美国农民损失 美国农业部表示将对受关税影响的农牧厂主提供120亿美元的支持 不过美国出口的大豆数量并未因中国停止购买 而受影响出口量竟然不将反增 根据美国农业部统计截至6月 美国大豆销售总量达到800万吨 根据年统期比较增加了127% 4-6月份美国大豆对中国的出口减少了21% 但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增加20% 另外路透社报道显示 近日荷兰西班牙和意大利等欧洲的进口商正打算购买更多的美国大豆 墨西哥已预定了近100万吨的美国大豆进口量比去年增加了4倍 泰国购买的美国大豆数量创下了22.1万吨的记录 比前6年的平均值高了近10倍 阿根廷作为全球第三大大豆出口国 也宣布从美国采购54万吨来应对国内的旱灾 就连一项与中国关系最铁的巴基斯坦也预购了27.3万吨美国大豆 同比增长44% 外界认为目前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 加上川普民意持续走高 只怕中方的王牌打到最后只能变成一副烂牌